今早自負點評的時間,請出今早嘉賓 由銀行政圈業務發展動事Eugena常輩 Eugena早安 是的,早安 Eugena你好,今天想和我們說一些豪賭股 看到這些賭股走勢都不錯,你會選擇和我們說哪一種呢? 27號銀行,上星期跌得很厲害,大家清楚了 我想接下來開始有些轉倉 由高PE的新經濟股、醫藥股 轉回一些比較傳統的行業 銀行這類澳門股都可能會受惠轉倉 再加上有些錢開始買回之前的業績股 銀行上半年的業績真的不錯 但是出完業績之後,派完息之後 剛好整個市場就倒下來了 估計都倒下了五十五元以下 但是你看看,如果你說上半年業績好 今年七月八月的時候,我想它的博彩收益都會不差的 所以如果市場冷靜下來,覺得這些業績股 已經跌到差不多,升回頭的話,我想銀魚會受惠 當然另外,銀魚之前也擔心 即是菲律賓長灘島那邊的賭場 好像有捉招一樣,所以影響到股價 但是第一來說,就是長灘島那邊的賭場 還沒有捉招的,菲律賓政府也希望他們建一些度假村 但是不要建賭場就可以了 還有就算你說建不了的話 對銀魚整體的收益,未來的未來都不是太大 但最主要都是接下來,我想它幾有機會會拍攝到 就是在日本那邊開賭場 所以這些消息,如果又走出來的話 都會發現銀魚的股價其實現在都是有少少超賣的 我想當市況好一點,大家看回業績 看回日本賭場的話 它的股價中線仍然可以放在大概六十五元這些目標 目標六十五元 不過見到那些賭股,其實前一陣子都跌得多厲害 會不會擔心賭秀的問題 因為見到七月份的賭秀和六月份的環比比較 是差一點的 如果過了世界背後或者淡過因素 未來的賭秀整體來看會不會好一點呢 應該會好一點,因為七、八月暑假 據聞澳門賭場的情況都不差 所以我想賭秀方面,可能之前的增長 高位未必會見得回 但你說穩定性 例如每個季度來說,十多個%的增長都會見到 如果比對銀魚,現在的預期市盈率是大約18倍左右 如果你拿到十多倍的增長的話 其實我覺得已經合格有餘了 好,麻煩你的分析,現在見到銀魚股價升1.6% 問回你,剛才的股份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的 謝謝你的分析,提醒各位觀眾 剛才是嘉賓的個人意見,並不是投資推介來的 遭任何投資前考慮自身的風險因素 謝謝你 謝謝你 感谢观看